赵薇最近可谓祸不单行 前段时间全部作品惨遭下架和除名 在影视圈历经滑铁炉可能永不翻身 但是近期又传来坏消息 赵薇夫妇遭到知名金融机构的起诉 某平台显示他们的资产已被冻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0月12日一则赵薇夫妇遭知名金融机构起诉的词条 在微博广为传播 查询发现起因是中国民生信托近日新增了一则开庭公告 民生信托作为原告将赵薇夫妇及史玉柱告上法庭 按由为保证合同纠纷 开庭日期则是2022年11月8日 地点在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值得注意的是民生信托与赵薇曾有过诉讼恩怨 今年6月民生信托曾上诉赵薇及核保文娱集团有限公司 按由一维保证合同纠纷 在此案司法协助信息中 赵薇持有核保文娱4.15%的股权被冻结 设资500万元 此外赵薇名下还有多家公司股权被冻结 每日经济新闻注意到 在赵薇目前存续的7家企业中 有5家企业的股权已于今年4月被冻结 2021年4月28日到30日 赵薇作为被执行人 其名下5家企业的股权先后被冻结 上述5家公司外 赵薇持股95%的西藏龙威文化 也曾被冻结190万元的股权 然而记者在齐信堡中查询西藏龙威文化相关信息时 已无法查到该股权冻结的状态 近年民生信托频频卷入各种风波 2020年6月 武汉金黄珠宝80亿假黄金事件爆发 民生信托卷入其中 2020年9月 民生信托再卷入致信1095号罗伯章风波 产品被曝签设虚假资产 此外 民生信托多克产品已出现兑付延期 8月27日 泛海集团发布重大诉讼公告称 民生信托因未按期兑付相关信托产品被起诉 案件资料显示 去年7月至9月 原告北京奇尔布莱特科技公司 认购了民生信托 致信764号优选海外债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并支付了其中4期信托单位的信托资金 合计3亿元 然而至到期时间 原告认购的第33期 第34期 第47和第42期信托 民生信托均为如期兑付 因此原告起诉民生信托 民生信托成立于1994年 2003年3月 经中国银监会批准进行重组 注册资金为10亿元 由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 实控人为卢志强 史玉柱与卢志强皆是泰山会成员 早有渊源 2006年7月 史玉柱就已担任民生银行的非执行董事 卢志强则是民生银行副董事长 民生信托曾参与史玉柱主导的一起收购案 2016年10月 史玉柱相仲在欧美颇受欢迎的棋牌类游戏公司 抛出高达305亿元的收购预案 并试图将这家网游公司 并入巨人网络 史玉柱大规模融资投资者就包括 民生信托 云峰基金 泛海集团等 2016年至2019年 史玉柱三度重组 引发监管关注 最终收购梦端 数据显示巨人网络的营收收入 连续三年下降 从2018年的9亿元下降至2020年的4.93亿 此外 史玉柱 卢志强 以及赵薇母亲在2020年10月 蚂蚁集团上市前 一同出现在股东名单中 当时卢志强通过两只私募基金 以及其控制的一家资产管理公司 间接持有蚂蚁集团6570万股 史玉柱则通过云峰基金的四支产品 以及巨人投资实控的北京 盈益持有蚂蚁集团股份达6476万股 另外 赵薇母亲魏启英 任有限合伙人的上海 齐鸿和上海经营两家机构 持有少量蚂蚁集团股份 此后民生信托与赵薇夫妇反目 陆续出现法律纠纷 其信保险是目前赵薇旗下 共有13家企业 其中注销两家 吊销两家 以吊销两家 在存续或者在营期间的共有7家 赵薇的投资涉略广泛 企业类型涉及商贸 文化传媒 投资 文娱 汽车销售服务 房地产开发 餐饮管理等 如今赵薇自身风险有5条 关联风险则高达上千条 仅西藏 龙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风险 就达到了788条 类型主要为民事案件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等 事实上 从2017年开始 赵薇个人就不再成立新公司 或许是吴霞在顾及资本市场 赵薇开始了他的撤资之旅 今年4月 赵薇从上海云峰新创股权投资中心撤资 不再担任股东 此前报道 赵薇70%控股的北京 普林赛斯退出多家公司股东行列 最近退出的一家公司为上海同同心 该公司实控人由赵薇变更为魏琪云 据悉魏琪云为赵薇的母亲 说到普林赛斯 这是赵薇旗下的演出经纪公司 此前翻车的张哲翰便是这家公司的艺人 2013年赵薇指导的电影《至青春》 普林赛斯便是投资方之一 有消息说 赵薇作品被突然下架 也是受张哲翰事件牵连 但赵薇被封杀超划和作品突然被下架 具体原因目前尚不明确 另外 赵薇丈夫黄有龙近期也被爆出在香港 被追债近3亿港元 据媒体6月份报道 万汇有限公司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起诉书 状告黄有龙拖欠两笔贷款和利息 报道称黄有龙在2016年8月跟原告签订协议 向其贷款1亿港元及5000万港元 为期一年以及三个月 原告称黄有龙总共只偿还了两笔贷款产生的部分利息 共计2300万港元 截止递交起诉书之日 黄有龙连本带利仍欠款于2.75亿港元 随着资本接连被整治 背后的原因就引发网友深思 一些见多识广的人不免会联想到西方的奶嘴计划 从字面上看 奶嘴计划就是当婴儿哭闹时 通过塞奶嘴的方式 让他们停止哭闹 从而转移注意力 但对成年人来说 这个奶嘴就会更偏向娱乐层面 相信现在有不少网友能感觉到 人花费在现实中的精力更少了 大家不愿意和家人交流 不愿外出 只想待家 在家刷视频 看电视 追星 明星结婚 出轨 参加了哪个节目 成为网上讨论的一个大趋势 近些年随着寒流 日流文化不断袭来 很多心智还未成熟的青少年 都学会了花钱打榜 为喜爱的明星奉献一切 除了追娱乐明星 还有一部分人沉迷游戏无法自拔 说直白一点 在周围人都毫无斗志的大环境下 很多人都如同叼着奶嘴工具人 丧失了前进的动力 虽然奶嘴计划的真实性 还有待验证 但他所讲述的会不会 与社会现状太相近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